新冠肺炎疫苗 盗用接种记录卡资料 成诈骗新工具 新冠肺炎疫苗出现后 为民众带来振奋心情 不少人在接种后 上载接种记录卡图像到社交媒体 分享喜悦的心情 但同时也为盗取资料的诈骗歹徒制造契机 而暂时未有特定渠道 举报这类盗用接种卡资料的罪行 WGN电视台引述 Governor State University大学的会计系助理教授 Bill Kress表示 疫苗接种卡有接种者的名字和出生日期 对于身份盗用者是很好的起点 有了这项指引 可以透过地下网络和社交媒体 搜集其他所需的资料 包括设案号码 有些人在接种完第一剂疫苗之后 将疫苗卡上载到社交媒体 而歹徒就利用打第二剂之前 诱骗民众将资料送上门 例如联络接种者 假装要查询社安号码 去确认接种第二剂的预约 如果当事人上当提交资料 就落入身份盗窃陷阱 变成受害者 而这些白色疫苗卡很容易伪造 可以在网上找一个样本 然后打印 之后填上自己的资料 于是可以盗用去避过14天的隔离要求 Kress指出 军队也不会马上接受疫苗卡作为证明 因为没有编号 编码 以及持有人的独特辨认资料等 同时 卡上也没有联邦或州政府的水印 也无需持有人的签名 他又认为 接种疫苗资料没有和医院 医生诊所 药房或机构去核对 程序过于简单 假冒难度不高 Kress更指出 因为疫苗卡是新事物 暂时未有明确控告伪贸者途径 要等到伪贸者使用假卡进入特定场所 才可以出现擅闯的控诉 目前 如果发觉疫苗卡被欺诈盗用 可以向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提交投诉 疫苗卡的设计是记录接种者 在哪天注射了哪一种疫苗 并且提醒 要注射两剂疫苗人士核施打第二剂 联邦疾控中心表示 并无一个全国机构统筹接种记录 如果遗失疫苗接种卡 或想知道自己接种资料 应该向施打的设施 或州及地方政府的 免疫资料处理地方查询 天下卫视记者 虚音报道 第一副还有衞纽 去2个ление 前 Woo 去3个例子